国际焦点还要来关注的是 黎巴嫩真主党持续朝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 另外燕门叛军又在红海攻击伤船 这次事发的是反箭弹道飞弹 击中赖比瑞亚货船还造成了三死四伤 其余船员则是弃船逃命 显然欧美联军嚇阻效果有限 短短两天 胡塞已经发动无次攻击 画面左方好几枚火箭弹 在夜空中留下一道道清楚光痕 这些火箭弹全是从黎巴嫩南部射来 飞往以色列北部的地方 当下以色列启动铁穹防御 与许多民众同步拍下惊险过程 车开到一半也不敢继续往前 隔天一早陆续有以色列人员 寻货遗留的炮弹残骸 附近居民明显感受 这次的火箭攻击数又变多 不过一些北部的居民 早就改住旅馆好几个月 当中有人甚至不抱持返家的希望 声感已离边界的地区再也不安全 除了以色列北部 红海地区的情势也越变越糟 周三又有一艘国际商船 遭到胡塞叛军攻击 酿成三死四伤 成为红海危机以来 最致命的一起事件 当天印度海军也出动 协助海上吊挂救援的过程 除了这次闹出人命前一天 有另一艘瑞士货柜船 天空二号遭攻击起火 在之前则有英国化肥船 红宝石号沉入红海 显示出欧美联军的 嚇阻效果相当有限 主要原因还是伊朗 继续在背后帮胡塞撑腰 专家认为应该思考 如何彻底斩断武器来源 红海危机还造成 动物海上漂流的悲惨命运 日前就有一艘满载 1.9万头牛制的货船 在南非开普敦散发恶臭 因为先前已在海上漫游了 两个多礼拜 1月同样有满载万头牛羊的船只 在海上滞留24天惹出动保争议 而在加萨人类的命运同样凄惨 尽管不久前才发生枪击死亡悲剧 民众看到物资卡车经过 还是一股脑涌上包围 否则没东西吃 至于拉法地区大人小孩天天养赖的食物分配战 现在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因为以色列人可能随时对拉法地面进攻 以哈战争达满五个月 拉法地区最近经常有神秘蒙灭人出没 这些人手持棍棒 大摇大摆在街头巡逻 有时也只能交通 他们自称是人民保护委员会 要帮忙维持住这里的物价和秩序 同一时间以色列公布 以摧毁他们在12月时 所发现的哈马斯最大规模地道 除了采取直接爆破 乙军也对部分的地道灌入滚泥土 加以破坏 随着穆斯林摘戒约倒数计时 以哈停火的谈判 却还陷入僵局 目前国际社会也只能继续 以空投物资的方式减缓队道危机 点新闻 综合报道 而在欧武战争的部分 再来看希腊总理前往乌克兰奥德萨访问 俄军展开空袭 炮弹就落在距离车队 只有500公尺远的地方 杀点遇险的希腊总理说 各国领袖都应该来体会看看 现在乌克兰人天天面临的险境 另外俄罗斯总统大选即将登场 纳瓦尼遗孙号召支持者 在选票上写纳瓦尼的名字 对普清表达抗议 黑暗中响起大炮声 就像信号一样 乌克兰与俄罗斯军队 就此展开激烈枪战 这场森林中的薄火 从夜晚打到了一鸣 而当太阳升起 敌军更无所遁形 胜负终于到了关键时刻 乌军破级炮 击中俄罗斯军车车队 让俄军起车狼狈逃逸 曾在乌克兰南部 马里乌波尔 立下赫赫战功的亚素银士兵 换到东部战场上 大显身危 加上现代科技助阵 更如虎天意 前线之一 库拉霍夫郊区的乌军表示 每天至少要阻止 三十几次俄军轰炸 敌人导引炸弹和大炮 全派上场 而乌军弹药短缺 现在每一发都要用在岛口上 乌克兰一加一电视台记者 刚到前线 马上看到地平线上 冒出爆炸黑烟 战火漫延到 吴俄两国后院 周三凌晨 两军再派无人机互相攻击 俄罗斯边界一座采矿场 以及一座燃料厂 都遭到轰炸 引发大火 乌克兰连遭俄军 五枚炮弹攻击 没想到攻击还没完 俄军同天早上又空袭 南部港都奥德萨 正好在当地访问的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与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 与死神插肩而过 因为炮弹就落在他们附近 乌克兰当局表示 上午11点 奥德萨就发出空袭警报 接着传出两声巨大爆炸 但还无法确定是弹道飞弹 还是无人机攻击 希腊总理在哀悼罹难者时 甚至说欧洲领袖 都该来亲身体会 乌克兰人每天都经历了 什么样的恐惧 泽伦斯基也在呼吁西方 军援快到位 特别是提供乌克兰防空系统 来抵御俄军空袭 但看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眼里 就变成是一场西方借乌克兰之首 向俄罗斯发起的带领人战争 下周末俄罗斯就要举行总统大选 普京预料将获得压倒性胜选 但未来六年 大卫是否坐得稳 恐怕还有待观察 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伊双 号召支持者在选举日当天 用选票表态来反对普京 她说大选虽然已经被政府操控 但当大家一起用行动表达无言抗议 恐怕普京也会坐立难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